如果你是中小企或者個人想開設網店創業或者副業的話 又擔心成本和技術問題 這條片就適合你了 我們會教你極速低成本 在5分鐘左右的時間就可以開設網店和有全面的功能 這條片就正式開始了 Hello World 歡迎你回到Unlock Channel 我是PK 我們這個頻道會講網上創業 網上營銷和科技資訊平台 歡迎你讚好分享和訂閱 Unlock這個頻道有新片就會通知你 今天繼續是我們的網店系列 之前我們也介紹過不同的網店平台 視乎大家需要去訂閱和用這些平台 但是可能要學習和掌握技術都比較多 所以今天介紹一個本地的企業就是掌鋪Protier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顧名思義掌鋪就是用一掌之力就可以開到一個網店 它是用幾分鐘的時間就能夠開到網店 設定到付款 產品管理 物流等等的功能 讓你在短時間和低成本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嘗試一個網上生意的模式 記得拿你的手機出來 我們一起示範一下如何開帳 好快地開了一個Inline Store 然後開始你的網店生意 OK 首先在App Store 無論你是蘋果還是Google的用戶 去App Store找回獎店 然後就可以下載然後開啟這個APP 開啟這個APP之後有幾種方法 无论是电邮、Facebook或者你的ID都可以去注册 开启帐号的时候 打回你联络资料、密码和电话 它会做一个确认 那你就成功开启了你的帐号 那我们登入了SEND 登入之后版面很简单 在上面就会看到Banner 还有你的网店名 还有刚才你设计网店名称 它会转一个URL 基本设定就可以 首先你设计一个icon 按商铺的标志 这样就会进入 你可以从相机或者相簿 那你就可以拍下你的logo 还有改这个封面 可以透过你自己的相片 或者相铺本身给你的Banner Setting 那你就设计了出来 然后店铺的名称 一些基本的描述 介绍你这个online store是做什么 买什么 save 了之后其实上面就立刻可以预览你的网店了 一按那条link就会看到 现在unlock IO的网店是怎样了 有你的logo 名字 还有你的store的Banner 那已经成了事了 其实最简单的设计 开个account做了这些名字的设定 网店已经上线了 但是现在没有你的产品 或者其他付款的设定 那我们很快就去讲了 那下面呢 是可以设计你的店铺地址 因为地址那一栏都是让人去信任你的店铺 你看到付款和送货 必须因为这两样是网店都必须要有的元素 按进去付款的话 奖铺是一个本地企业 所以它提供的付款方式都很大众化的 即是有stripe、paypal这些国际credit card付款的功能 也有本地例如payme、转数块 甚至百达通功能都最新加进去 所以你可以按进去 例如你是开stripe的话 就会连结到你的stripe account 如果想知道stripe account如何开 可以按回我们之前的影片介绍可以了解 若果你是要用payme的话 可以选择个人或商户的帳户 填回payme账号资料 注册的电话来做确认 那就完成了 其他的付款方式 大家可以视乎它的指示来看如何设计 也有个information 按进去就会看到不同的付款交易 需要收的手续费 视乎你自己的需要和技术来做设定 另外一个就是送货 送货的功能也很贴心 有本地的送货 也有国际送货 也都已经连接了一些所谓 本地的智能柜的送件 我们按进智能柜的送件 你会看到很普通的 例如顺风中通 LockLive 平时我们常用的智能柜 它都包括在内的 你开了的话 就要做运费的设定 还是物流自动化的设定 你可以跟着这些步骤 就会做到 如果你觉得付款和送货的功能 需要更多的指引的话 其实它也有一个教学在网上 你可以找到 视频简介里的网址 现在没有开单 因为产品也没有 按回商品的话 现在我们试了一个叫 辉春的商品 按加号 彈出来 这个功能也很贴心 你可以从Dropbox里面 加入相片 或者从Instagram 都可以汇入相片 直接汇入相片 因为它连接了Instagram 如果你正在行的IG商店 IG商店就发布出来 有人留言 然后做交易 它可以直接从你的IG账号里面 将相片或者产品 连接它的Caption 都会汇入 你就可以很快设定一个真正的网店 现在我们测试的话 就先用影相来做 我们先拍我身后这盏灯 我就用这张照片 立即跳到去编辑商品的版面 我就给它一个名字 然后商品的介绍 然后设计价钱 300元 有没有折扣优惠 不过折扣这些功能 是需要升级才做得到的 无限供应 它属于哪些商品的类别 你可以加上商品类别 暂时一个叫Testing类别 你就可以将你的商品 设计去不同类别 那就显示了 有其他选项 一些关键字优化 还有上不上架的功能 我们先开上架 最简单的示范 按储存之后 立即的产品就已经出来了 现在看到除了徽春之外 就多了大眼灯 是在买300元的 我们立即去回商铺的主页 去再拌一次网点 就已经看到两个产品了 然后按入这个产品 可以放大 亦都看到产品的资讯 然后做购买 就已经加了购买车 可以结算 OK 你就很快已经看到了 我们开这个奖铺的帐户 然后设定付款 设定送货 再设定产品 你的网点就已经完成了 就可以很快和低成本 就可以开设你自己的网点 如果看回奖铺 现在我们是一个试用的计划 你可以看回我的计划里面 你就会看到有入门 或者进阶商业版 视乎你的需要 它有产品的限制 有些汇出的功能 还有广告的功能 甚至聊天室功能 SEO功能 你给一个商业版的价钱 当然就会让你长期去转 这个网点 帮助你达到更多的客人 你用基本和免费版 已经使用到它的功能了 好 几分钟就开完店铺 这个示范是否很快 我们总结一下 用奖铺它的好处就是 简单易用 用一部手机就已经可以开铺 管理到你的产品订单和资金 第二个好处就是它是一个本地的企业 所以它提供出来的解决 都是很帮助本地企业 一个低成本 百多元已经可以开始 或者你免费已经可以试用一段时间 直到你觉得要升级的话 你就可以跟回它的计划升级 第三样东西 它因为针对本地 所以它无论负款物流 都是配合我们香港人的需要 PayMe 转数快 顺风等等 做到无缝的减接 第四样它的支援也很好 它有一对一的计划 你可以联络 也有一个网上的教学系列 去教你如何营运 设定 和管理你的网店 最后一样东西 如果它有一些 版面或版面 多一些质量的变化就会更好 现在你看回掌铺上面的商店 暂时都比较类似 透过你的icon banner 或者你上传产品的时候 做一些图像的质量就可以了 整体的体验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今次掌铺的示范就到这里 多谢你继续收看 还有赞好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unlock你的future 我们继续会和大家分享 网上创业 网络行销和科技的资讯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关于开网店 或者营运 或者一些小技巧的分享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尽量会解答 希望可以帮到你 下条片见 Bye 或者你免费已经可以使用一轮 好 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多谢你欣赏到这里 说什么 希望可以帮你解决一切的问题 多谢你 其实解决不了你一切的问题 这个批评很大